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盘点台湾九大美女超模,胸大妖西九头身,个个拥有傲人曲线,如今现状大不同,有人棒上干爹竞卷演戏,有人获得最佳女配奖,只有这位,小舒淇,过得最惨,第一位大众女神,凭借娃娃音和绝美脸蛋,直接机身顶流,看看以下几位美女模特,有没有你认识的吧? 零九,姚采颖 姚采颖,这位颇具才华的模特,在两千年勇敢地踏上了她的模特之路,那一年,她积极参与了天使之意,模特选拔活动,并凭借出众的表现,荣获最上镜头奖,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才华的肯定,也为她日后的模特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她顺利签约伊林模特经纪公司,开始了一段丰富多彩的模特生涯 姚采颖的模特之路可谓一帆风顺,她不仅参与了众多广告的拍摄,还频繁走上各大秀场,更是多次参与MV的拍摄,逐渐在模特界展露头角 2004年,她为金沙巧克力拍摄的广告,更是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让她的名气更上一层楼 与此同时,姚采颖并没有满足于在模特领域的成就,她勇敢地尝试了新的领域,包括主持节目和戏剧演出 在戏剧方面,她的表现同样出色,与霍建华、孙力等人共同出演的《屋顶上的绿宝石》 以及与舒淇、霍建华合作的《风尘三峡之红服女》都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由于她的外貌与舒淇有些相似,她也因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舒淇》、《零八》、《红一慧》、《红一慧》 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女性,早在年仅16岁的青春年华,便勇敢地踏入了模特行业,开始了她的艺术之旅 她凭借初衷的外貌和不懈的努力,在模特界展露头角,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顺利出道 在模特领域取得一定成就后,红一慧并未满足于现状 她勇敢地跨界涉足主持行业,展现出了自己的多元才华 在她的主持生涯中,她曾主持过多档知名节目,如《求爱红不让》和《惊艳女人帮》等 在这些节目中,她不仅展现了出色的主持技巧,更通过与嘉宾的深入交流 为观众带来了许多有趣而富有启发性的内容 07.白星慧 白星慧,那个年仅17岁便踏入娱乐圈的少女 她的名字在台湾模特界与演艺界都如雷贯耳 那时,她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被台湾凯沃模特经纪公司发现 从此开启了她的娱乐圈之旅,作为凯沃模特公司的专属模特 白星慧以其青春靓丽的形象迅速在模特圈展露头角 她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宛如夜空中最亮的星星 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她的气质优雅而不凡 性格鬼灵精怪,使得她在众多模特中脱颖而出 被誉为小李星杰,除了模特事业的风生水起 白星慧在演戏与主持方面也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 她的演艺之路可谓一帆风顺 2005年,她以一部恶作剧之吻踏入影视圈 让观众们看到了她不一样的魅力 而在2008年的爱情剧《命中注定我爱你》中 她饰演的石安娜一角更是深入人心 成为了她的代表作之一 2009年,白星慧凭借在都市剧《闪亮的日子》中的出色表现 获得了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这是对她演技的极大肯定 她的美丽与才华让她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 成为了各大时尚杂志的锤儿 她的名字与形象也成为了娱乐圈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零六,零又丽,零又丽 一位曾经在校园中默默无闻的女生 那时的她,体重一度攀升至66公斤 体大显得,壮硕 每当走在人群中 她总会感受到周围投来的一样目光 这些目光让她倍感压力 却也成了她改变的动力 进入专二的学习阶段 零又丽的心中萌发了一个梦想 成为模特儿 这个梦想在她心中生根发芽 让她意识到 如果想要实现梦想 就必须对自己的体重和生活状态做出改变 于是,她下定决心开始减肥 每天都坚持锻炼和控制饮食 这个过程中,她付出了大量的汗水和努力 但从未放弃过 而在2004年 她更是凭借出色的表现 荣获了精英国际模特大赛的冠军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林伍、蔡舒贞、蔡舒贞 这位才华横溢的艺人 不仅在模特界大放异彩 更在戏剧和综艺领域 展现了出色的表现 早在2000年 她一部麻辣先师 踏入电视剧界 开启了自己的演艺之路 此后,她陆续在《明阳四海》和《爱情机器》等作品中担任主演 演技逐渐得到观众的认可 2009年 蔡舒贞在歌舞爱情片《练练舞》中的精彩演出令人瞩目 她不仅展现了出色的舞蹈技巧 更将角色的情感刻画得深入人心 2010年 她凭借在《犀利人妻》中的出色表现 获得金钟奖最佳女配角提名 进一步证明了她的演技实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 蔡舒贞的演技愈发成熟 2015年 她在《见识英雄》中的精湛演技 再次获得认可 提名最佳女主角 而在2019年 她凭借在《是罪者》中的出色表现 荣获金钟奖戏剧节目女配角奖 这是她演艺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022年 蔡舒贞主演了医疗喜剧 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 饰演女外科医师刘子旭 她的表演再次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而在2023年 她更是凭借此剧容 获第58届精中奖戏剧类最佳女主角 展现了全面的演艺才华 蔡舒贞用实力和才华 证明了自己在演艺界的地位 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实力派演员 零四 洪晓玲 洪晓玲 这位才华横溢的演员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 便以模特身份闪耀出道 当时的她 主要活跃在时装与平面模特领域 凭借其出众的外貌和独特的气质 平凡参与各大杂志与广告的拍摄 成为了众多品牌的心头好 然而 洪晓玲的才华并不止于此 2002年 她勇敢地涉足电视剧领域 参演了首部作品 天下无双 凭借精湛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随后 她在演艺道路上不断挑战自我 主演了多部不同类型的剧集 2005年 她主演了惊悚偶像剧 2005 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和角色塑造能力 2007年 洪晓玲主演的爱情剧 放羊的星星 更是让她广受关注 成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明星 而2010年 她凭借在古装剧 《青世皇妃》中的出色表现 荣获了优酷大剧盛典最佳女配角奖 再次证明了她的演技实力 此后 洪晓玲的演艺事业更是蒸蒸日上 2011年 她因主演都是剧《真爱找麻烦》 获得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女配角提名 展现了她在不同类型的剧集中的出色表现 之后 她继续主演了多部剧集 包括《贤妻》和《我的宝贝4000斤》等 多次获得台湾华剧大赏最佳女演员提名 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实力派演员 林三 陈思玄 陈思玄 这位闪耀的台湾模特 以其非凡的才华和独特的魅力 成功走向了国际舞台 成为台湾省首位在国际上展露头角的模特 早在她还在国际贸易专业求学的日子里 她就被独具慧眼的星探发掘 从此踏上了《模特》这条星光大道 陈思玄的模特生涯可谓光彩夺目 她不仅在Chanel Gucci Maxmore Gas等国际知名品牌的时装秀中担任领衔 展现了她出色的走秀技巧和独特的时尚品味 同时 她还成为了沙轩 潘婷 福特汽车 轮飞电脑 The Beers钻石等众多知名品牌的广告代言人 她的形象与这些品牌相得益彰 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2002年3月 陈思玄签约了国内最大的模特公司 星思路模特公司成为首位从台湾到大陆发展的模特 她的卓越才华和出色表现 让她赢得了台部女王的美誉 而她那双修长美丽的腿更是让人惊艳 被誉为台湾第一美腿 她还推出了美腿女王 美腿女王教室等作品 与广大粉丝分享她的美丽秘诀 让更多人感受到她的魅力与智慧 02 林佳琪 林佳琪 这位在模特界摸爬滚打多年的优秀艺人 如今终于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成为了一颗璀璨的明星 她凭借着那黄金比例的身材和无可挑剔的台风 早已在业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相较于其他模特 林佳琪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吸引力 她的身段不仅优美动人 更是充满了说服力 仿佛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眼神都在诉说着她的故事 正因为如此 她甚至超越了知名模特林志玲 被誉为新一代的女神 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偶像 作为天生的模特 林佳琪的专业素养和时尚触角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无论是在巴黎的街头巷尾 还是在日本的时尚秀场 她总能以独特的东方风情吸引众人的目光 她的优雅气质和独特魅力 让她在模特界中独树一帜 赢得了无数的赞誉和粉丝 林妖 林志玲 林志玲 这位极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 于2000年正式踏上了职业模特的道路 签约凯沃模特经纪公司 开始了她璀璨的职业生涯 2002年 她凭借一则企业电视广告的经验表现 瞬间吸引了无数眼球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次年 她更是荣获了 《台湾第一美女》的殊荣 这一称号 无疑是对她美貌与魅力的最好证明 然而 林志玲并不满足于 仅在模特界发展 2007年 她勇敢地迈出了跨界的一部 出演了荧幕处女作《赤壁》 正式进军影视领域 她的出色表现 赢得了业内外的一致好评 并荣获了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新演员提名 以及第13届华表奖 优秀境外华裔女演员奖提名 除了影视领域 林志玲还展现出了 在喜剧方面的天赋 2008年 她主演了个人首部喜剧片 《决战沙马阵》 以幽默诙谐的表演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同年她还荣获了《新浪2008》 网络盛典年度人气演员奖 展现了她在观众心中的广泛影响力 林志玲的才华与美貌并存 她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模特和演员 还是一位优秀的主持人和歌手 她乐观开朗的性格和甜美的笑容 让她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女神 无论是哪个领域 她都能够展现出 自己独特的风采和魅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